宾州议会将在下个星期一提成动议 悬空四名州议员的议席 这四人向宾城高庭申请禁令 想在另一宗上诉案开审之前 阻止有关动议呈上议会 但是高庭拨毁了他们的请求 高庭司法专员阿兹湛说明 法庭有权发出禁令 阻止任何机构做出违法的事 但是司法机构必须贯彻三权分立原则 不得超出权限干涉立法议会的内部管理 或阻止议会履行职责 在有关动议提成辩论和投票通过之前 四名起诉人的州议员资格不变 联邦法院去年驳回了这四人 挑战宾州反跳槽法令和法性的准令申请后 高庭一月也驳回了他们提交的 元素传票案件 四人随后向上诉庭提出上诉 感谢观看